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虞,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道 很多的这个女性受害,然后让你感到说 怎么会这么可怕,难道这么容易就落入魔掌吗 那我们的镜周刊在7月底的时候 有出了一些报道,这是叫做青春炼狱 网路裂片私密影像事件部 那关于这个网路私密影像的问题 其实我们节目之前有访问过几次这方面的 这个团体专家 那可是没想到在这个报道里面 我看到的是台版N号房事件 竟然也有高达300多位的受害者 就是被骗这个私密影像 然后连同社群账号、学校班级这些个人资讯 然后都被去标上编号 然后当作商品去贩售 这种连续诈骗的手法是非常的可怕 那到底里面的这些内容 以及这一次让大家看到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应该怎么样一起去注意这个问题 不但是自己防范 也可以帮助我们社会不要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王委员也表示了他自己的一些关心 以及他观察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 委员你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台版的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其实就是在这个创意私房上的这个社团 网络社群上发生的 那其实一开始是用办公室来协助这些被害人来做举发 那一开始其实是一些学生们来跟我们联系 他们发现说有人私讯他们 告诉他们说 你知道你的照片有在哪个社团上被流传吗 然后同时也有取得他的相关的资讯 比如说他的脸书账号等等才有办法跟他联系 那我们通报之后开始才发现说 其实之前曾经也针对这个行为人 曾经有过类似的案件 但是当时比较认为是可能是个人所为 但这次遇到的这个卷警们 还有侦查小组电信小组 其实都非常的专业 就持续来追踪之后 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类似集团犯罪的情况下 就是所以他有一个一群人 然后会固定找一些行为人去做偷拍的影像 那我们在看待这个类似案号房事件 其实会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偷拍的状况 一个是有点像是利诱 或者是拐骗的方式 来他们提供私密影像 那这两个部分 其实现在在网络很普遍的社会当中 持续的在发生当中 所以我们会觉得问题越来越严重 同时透过这次的举发 和这次的侦查结果 会看到的是他不单单是个人的行为 其实后面真的是有商业利益 庞大的商业利益 甚至是集团在做操作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样的问题很严重 然后也希望透过相关的法律 以及社会倡议能够一起来 让大家对于这样的事件更有所警觉 并且更有意识地去防范 是 这个原来不是个人非特定行为 是有目的性的 这一群女性在说是脸书社团 叫做霸社 然后她们流出来的照片跟影片内容的形式 据说是蛮类似的 是不是 蛮类似的手法 那受害者很多就是被要求是全裸自拍 或摆出特定的姿势 然后拍摄这个私密的行为 那这个如果深入去看这样子的状况 为什么这样子的这种犯罪可以有机可乘 然后不断地这个扩大 你觉得有哪些环节 是我们比较脆弱的点 先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说 这个霸社其实它是一个脸书的私密社团 如果要进去里面 它其实是有可以做很多的生活交流 然后网路名音等等的这样子的交流 那之所以这个私密影像被放到里面去 比较是刻意所为的 那但是他们并不是始作俑者 他们只是一个三部的管道 那因为它是一个私密的社团 所以其实就会必须要透过人家的介绍 又或者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审查 才有办法进到里面去 但是也因为它里面常常发生了一些 不适当的言论 所以会有被关掉这样子的社团 所以它就会用各种形式 持续地再衍生出下一代 就是各种不同的类似的社团 就是霸社罗被关掉 原本的影像来源 大多数都是来自于 叫一个创意私访的论坛 那目前被流传出来的 最近的这个系列 是一个叫Airdrop 5的系列 那这个对象主要就是 大部分是比较适合 在网路上小有名气的小网红 或者是希望能够通过网路 增加自己知名度的这些网红们 那跟我们之前在 这个尔经中刊的报道里面的不太一样 尔经中刊的报道里面提到的那个系列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被偷拍的 那所以刚刚邓医师提到的是 现在在网设里面 一直定期被流传出来的照片 比较有特定的知识啊 或是特定的这个状态 或是模样的这些私密照片 比较是像是被诱导拍摄出来的 那比如说他就是因为 是类似小网红的状态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 当初可能请他拍影片 或是拍照片 然后可能会有对加一些酬劳的部分 但是可能当下他并不知道 他要拍的是全裸的 或是半裸的照片 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部分 所以就会告诉他说 如果你不拍我可能会怎么样来威胁你 又或者是他一开始没有意识下 拍了一些比较私密的照片之后 又再度被威胁说 你如果不拍摄 其实我会很困扰啊 因为我其实当初有 希望能够有一些合作方案啊 等等的部分 所以他就是有点比较是 拐骗 然后以及诈骗的概念 然后去诱导他拍摄这样的照片 所以我提到有两个系列 一个部分是 真的是厕所啊 更衣室的偷拍 那这个被拍摄者是不知情的 那现在目前流传的系列 比较像是诱导 然后威胁的方式 请他们拍下来的 这是另外一个系列 那主要比较是 这些过去在网络上 希望能够有一些露出 又或者是希望能够 而成为一个网红的 这样子的对象 所以这个Airdrop 5 这个系列等于说 那个就像是被骗 就是一开始觉得说 这是一个也许合作的工作 或他们会说有什么机会 对 或者是说 你其实陪线上聊天 我们就可以有一些付费的机制 然后可能对方也都是很安全的 那就开始有这个工作上的合作 然后他进一步就会说 可能对方希望能够有照片 我们希望有照片 然后进一步一步的来 未必利用的情况下 让他们拍下这些 我们之前也有听到受害者说 就是他预期的状况 跟开始 例如说他们讲要谈那个工作 然后刚开始谈 他觉得这个很容易 可是到后来 对方的要求越来越多 然后就处在 会有某一种情境下 刚才委员提到说 对方就用很强烈的这种勒索 或是要求的方法 说你这样根本没有诚意 你这样害我 已经跟人家答应事情 然后人家现在这个要求 那甚至我们有听到 受害者会说 就当场被辱骂 就说你以为 你以为你真的 你凭你不用脱就可以 什么你笑死人了 或者什么 然后用这种很大的 这种情绪上的 几乎是暴力的方式 然后有的女孩子 几乎当场就哭了 然后或者是 他觉得说能够赶快结束 这个这场暴力可以脱身 所以这个大家 其实要非常的小心 这次静周刊 据说花了半年的时间 来做这个报道 他们访谈了一些勇敢 要跟大家分享的受害女性 包括他们好像有分享说 是怎么被这种 很专业的骗局所卷入 然后见到自己的这些影像 被外流啊 遭受这些霸凌 他们是怎么样奋力的 包括反击 或是自己想办法走过来 所以这些故事当中 有没有委员觉得说 你觉得特别想 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过程 来提醒大家 怎么样去了解这个事情 其实就如同邓医师所说 他们其实一开始的工作的模式 或是合作方式 其实跟私密影像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像刚才提到说 你可能可以来录一个节目 或是你可能可以线上陪聊天 然后就可能会有对价 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酬劳 但是就会是 违逼利诱的方式 然后说对方想要要求 你开始拍什么样的照片等等 然后就开始告诉他说 如果你不拍 其实你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 而且这真的没有什么 然后或者是说 如果你不拍摄的话 我们可能 这个我们也很难跟对方交代 因为你已经答应了 这个工作合约 这样一步一步的 不管是情绪勒索也好 或者是实际上的 酬庸的部分的 这个对价关系的 威胁勒索也好 其实都会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他们一步一步走入 这个现状 那当然我觉得 对于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受害者 其实都是以女性为主 那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会看到 一些部分就是在于说 我们面对这样子的状况下 有时候其实会非常犹豫 是我到底我自己 能够处理到哪边 比如说我跟他线上聊天 OK 然后我跟他面对面 视讯OK 那进一步要拍摄影片 拍摄照片 拍到哪个程度OK 然后以及说 我可能会有一些 经济上的考量 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像是光是 这样的情况下 过去还有一些 就是女性 假设她真的 在当下她拍了这个照片 她可能也不敢讲出来 因为会觉得说 你就是爱钱 或是你就是怎么样的原因 所以你才会拍这个照片 甚至会有这样 污名化的情况 所以当我们看到 这些受害者 他们愿意站出来 其实是很需要被鼓励的 但目前我们的社会上 仍然有一股 检讨被害人的声音 就是说 刚才提到 你是不是因为爱钱 你很想哄 你才会拍下这些东西 你活该等等 这样子的检讨的言论 就我觉得 而面对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一再地提到的是 如果你不小心 又或者是 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 被拍摄这样的影片 其实你要勇敢求助 然后也希望 社会上的其他人 非当事者 也能够给予他们 肯定和鼓励 而不是用一个 检讨的方式来做进行 其实这样才有可能 再让这样的事件 减少发生 其实像是很多受害者 比方会去找委员那边帮忙 因为他们常常觉得说 如果没有像您这样子 确信说 您会理解他们 站在他们这边 有时候其他的 所谓求助管道 也有可能造成二度伤害 像这篇报道里面 就好像有提到受害者 他不是说 其实有人尝试报警 可是好像派出所或警局 不是很熟悉这样子的过程 可以怎么帮忙 然后很多人就很 你知道好不容易 要走去警察局 跟人家讲这样的事情 是多大的勇气 多大的压力 但是他们走进去之后 可能这个警员 也不是不关心 但是就是跟他说 你这没办法调查 你这个很难调查 然后甚至有一些 不明就理由就说 当初怎么会传这个给别人 你都没有想到吗 问题是这个过程 有时候我们之前 在报道那个过程 怎么样被诱骗 这些过程 大家就知道 虽然我们那一次讲的是 一些青少女 可是那个压迫的过程 我真的跟大家讲 连成人你都不一定 当场你能够知道 怎么挡得过去 所以这个如果连警方 也不是很熟悉 然后比较缺乏 我们这种系统性的SOP 都当作个案来处理 没有办法知道 这是同一个加害者 或者像你讲的 有这种集团 那这个有没有我们什么 比较是公权力层面 觉得接下来可以努力的 不管在立法或什么方面 可以让这个比较系统化 我们先回谈论来讲 就是我们看待过去 台湾立法的过程 比如说家暴防治法 又或者是跟儿少相关的法律 其实一开始也是因为 比如说家暴防治法 就是你们沟通不好 所以才活该被打 历史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也会发生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 非常重视之后 开始有相关的法律 而且政府开始重视 这件事情之后 它的这些创伤知情 以及专业能力 才会逐步被训练起来 所以当初一开始 面对这样N法防 类似的事件 我们会比较希望 是用一个专法的部分 来做处理 包括它可能要有 专责的人力 专责的单位 不然就会有可能发生 像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政府还是希望 透过这个四个法案的部分 逐步来做分散式的处理 那我们觉得有点点可惜 但是至少我们希望 能够开始来做推动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说 如果如何能够 在我们的行政上面 或者是在我们的 政府的位阶上 能够给予更多的协力 我们看到是这次的 创意私房的案件 就是遇到一个非常专业 而且非常了解的 侦查小组的人 然后信心小组的人 他们愿意再进一步的来看待 而不会把它当成是 单一的个案 所以他们花了蛮多的时间 去做侦查 然后去做了解 然后去做检调的过程当中 才知道说 后面它其实是一个 集团式的做法 然后是刻意的 有商业利益的 但这件事情 当时的行为人 其实在大概在 两年前也曾经被起诉过 但是当时比较认为 是他个人所行为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这里面 专者能力和专业能力 其实非常的重要 还有如何能够应对 来跟被害人 以及说行为人 来做工坊 来做协助 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部分 我们其实一直很努力 希望的是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 专者的单位 这样的单位 他才有办法 做好教育训练 因为刚才提到 是如果他没有 这样子的职能 他可能就会跟 当事人说 你这样子 就是你为什么要拍 然后你这样子不对 你都没有想过吗 你怎么这么笨 甚至会有这种 言论的出现 这是在协助被害人的部分 那协助侦查 行为人的部分 也是一样 因为他其实中间 可能会有一些 要突破对方心防 把后面的脉络 如果他不够专业 他可能就觉得说 哦好 你个人坦诚了 或是你个人犯案了 那我们这个案件 就结束了 而没有去思考到 进一步是 你为什么会做 这件事情 哦原来背后 是有人指使你 而且给你 一些酬劳的部分 甚至是他刻意的 教你去 怎么样取得照片 怎么样取得个字 怎么样去做联系 等等 所以我们会认为 这部分真的是需要 有一些 长期的计划 和长期的政策 当然我们最理想的状态 他就是应该有 专责的人力 和专责的单位 才有办法做到 更多的跨部会的部分 因为这里面可能 牵涉到的是 不止警察 包括调查的方面的部分 还有数位电信的专业 还有对于 被害人的 的协助的专业 他可能会跟犯罪 被害人的保护组织 又或者是跟 儿少相关的部分 因为有一些对象 是未成年的 如果跟未成年 来做了解 来做侦查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技能和知识 所以这部分 其实就会有 很多跨部会 那我们自己的期待 是他应该要有 一个专责的单位 而且他慢慢的 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案件 建立其他的专业能力 同时开始教育 其他的相关单位的 基层员警 或是基层工作人员 基层行政人员 才开始让这件事情 能够逐步扩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好的方式 但目前现在 我们政府的角度 是希望就是兼着做 这会是我觉得 比较可惜的部分 那我们还持续在 跟政府部门 在做这样子的讨论 和这样子的诉求 是真的需要大家 一起来支持 一起来发声 因为刚才听到 委员这样说明 就可以想象说 这真的是跨部会的事情 好 那我们让大家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来请教 我们的王婉玉立委 刚才说到一些 从法律 或者是公部门的层面 需要的一些 这样专责单位这些 不过在这个 还没有发生之前 还没有这样子的 公权力 这么有系统的协助之前 民众就个人自己 也要有很多的know how 知道怎么样 去防范这些事情 我们可不可以来 跟大家聊一聊 像社群平台 现在很多 之前这些 也类似的事情 网路上面被诈骗 或者不当地 泄露一些资讯 在很多有名的平台 也都有过 像什么抖音 还有之前什么 跟17这一类 有很多这种网红 那很多的人 其实也不只是女孩子 女孩子占大多数 但是我们要强调 也不完全只是女孩子 那到底要怎么去辨别 说这个里面 当然有一些很好 然后科技可以实现的东西 但是怎么样去辨别 危险已经产生了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迹象 让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大概就是 这一类的犯罪事件 其实刚才提到的 大部分比较 除了偷拍之外的 就是一般的影像 私密影像流传 大概都逃不开 这个威逼理由的部分 就刚刚加上 险序勒索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知道说 随着网路 越来越普及的情况 然后我们常常在提到的是 有两个部分 我觉得必须要 特别的谨慎和小心 第一个是 我们网路越来越普及 然后电脑的使用 越来越频繁 手机的使用 越来越频繁 但是我们在教导孩子 或是在教导大众 使用这些科技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都是 在教怎么使用 而没有告诉他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 风险存在 尤其是发生在 孩子身上的时候 我们过去常常看到 是孩子觉得说 哎 哦 你要加入一个社团 就是拍了 我知道不用露头 没关系 所以他可能不知道是我 然后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他可能就拍了 比如说 斯密的部位的照片 然后只是为了 加入这个社团 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 其实是完全 不知道他的风险 以及说 他可能觉得 哎 反正他对方不知道 我是谁 因为在网路上 所以我就拍下了 这样的照片 所以我们会看到 是在教育端 其实非常需要 去做努力 不只是对未成年的小孩 还有对于 一般的大人来说也是 其实需要把这些样态 还有这些事情 和风险告诉他们 才比较会有警示感 那第二个部分是在于说 很多时候是 并不是这个路口的时候 就是并不是 加入社团的时候 是当开始就发生 这样子的私密的照片 而是在中间过程当中 其实就会有 这个违逼利用产生 如刚刚所说到的 巴社的事件 和这个 AirDrop 5的 这样的事件 就是违逼利用 那我觉得这部分 其实就必须要 非常小心 其实跟最近的 这个柬埔寨事件 有点违逼利用 就是我们很少 我们他们的情况下是说 其实钱都很少 会有ezy money 就是你很难是 非常容易就能够赚到的 如果是面对 这样的情况下说 这是一份很轻松 又收获 收益很好的工作的情况下 你可能就必须要提高警觉 因为如果是这么容易 那为什么大家都不来赚 大家要这么辛苦的工作 所以这部分 也是必须要有意识到 还有同时就是 他开始违逼 开始利用的时候 你就更要有意识地知道说 他开始威胁你 是不是因为他后面 有一些不法的企图 或是有一些伤害的企图存在 那这样的情况下 才会比较谨慎 那至于说 一旦假设发生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 那我们自己还是很鼓励 被害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那透过相关的管道 比如说现在 比较多的管道 比较直接的管道 可能会有两个协助的管道 一个是iwin 是我们的社团法人的状况 然后是可以协助来侦查 然后协助来备案 然后协助被害人走过 一些讨论说 我们该怎么样来做协助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透过这个警方的 被害警察局去做告发 那警方也会来协助 来侦查来做调查 但是这两个部分一样就是 我们还是很希望 让他能够变得更专业 然后更协助到位 像这个iwin的网站 里面也有一些资讯 就是可以去看到 他里面有一些 就是教育性的文章 然后告诉大家怎么做 那大家其实陆续也有一些 就像社团或是基金会 他有提供处理这方面问题的一些资讯 其实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查询看看 现在开始其实有一些SOP 或者是说告诉大家 可能会遇到什么状况 那甚至刚才提到的教育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民间党位或是企业 也一起来做推动 是 其实有很多人 尤其是特别发生在 比较青少年的部分 第一个困难就是不敢跟爸妈讲 就是觉得说爸妈都是会先惊慌 然后用责备的这个语气 所以这个委员是不是也可以给做爸妈 做家长的人一些建议 好不好 就是怎么样去留意到你的孩子 可能已经陷入这样的困难 那看他神色有益 然后好像整天我们听到过的例子 就是说整天好像在害怕什么事情 后来真的没有办法 这个家长问也问不出所以然 因为这家长从一开始就是跟他讲说 网路上很危险 你不要在网路上面参加什么社群平台 所以小孩子一定不会听进去 因为这家长说的是一个全面的 你都不能进入 这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一个现在年轻人可以完全没有这个社群的账号 然后所以这个家长用这样子的管教方式 亦有问题的时候 小孩就知道说 我如果告诉你一定觉得都是我活该 因为你当初叫我不要踏进去 这后面都细节没有办法谈 所以我们也想来请这个委员 你可不可以就给爸妈一些鼓励好不好 我们可以怎么做啊 我觉得这跟台湾长期以来的家庭环境 他这个文化其实有很大必须要继续改变的部分 因为以前爸妈其实是一个比较威权的角色 所以都会是用比较 甚至是这个过去其实有这些打骂的教育的 这样子的状况存在 所以导致说 仍然到现在虽然我们知道说 不应该打孩子 不应该骂孩子 但是很多爸妈其实还是做不到 然后也会是用这种指责的方式在跟孩子对话 那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宣导这个儿童权力公约 其实就是要让孩子被看见 被听见 那我们之前也曾经处理过一些个案 就像邓医师所说的就是 他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 他其实完全不敢跟家长讲 他觉得他跟家长讲可能就被打死了 或是他可能跟家长讲 会被骂到他可能断了他的生活资源等等是有可能的 所以反而他可能会有学校的系统 或者他可能会有社工的系统等等 来提供这样的资源或协助 那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所以我想要就两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是家长们可以怎么来做协助 我们希望家长们在跟孩子平常的生活当中 就不要是用一个威权的方式来对待孩子 而是跟他聊天跟他讨论 那比如说你最近在用社团啊 或者在用脸书啊 大家都在看些什么 至少这样从平常开始有一些聊天 大概知道他的交友范围 或者是他在关注的事情 就比较容易有意识到说 这个社团好吗 他里面在做什么 这样子可能也可以帮孩子一起发现 他是否有问题 那第一个部分是 如果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其实孩子遇到问题或是遇到恐慌 他比较敢跟家长说出来 所以我们很鼓励的是 家长真的要多花时间跟孩子聊天 并且关心他最近在关注什么事情 一来是可以及早协助 二来是孩子真的发生的时候 才有机会跟家长筹注 那第二个部分是在于说 如果我们的家庭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系统 这样的支持的情况下 像现在在学校的辅导机制 我觉得在这十年来 其实有进步非常的多 包括老师或是辅导老师 又或者是相关的关怀机制 社工等等的家庭资源中心等等 其实都有逐步的进展 那我们也试图的让孩子们知道 说你有这些管道 你不敢跟爸爸妈妈讲 你其实可以跟老师讲 或者是在一些场合中 透过这样子机制讲出来 所以我们之前其实有遇到过 很多个案件都是在于说 爸爸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能在讲这个 性侵的绘本的故事的时候 他就说对啊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形 或是在讲什么案例的时候 他就说对我也曾经拍过 这样其实我们就可以同时 有机会去接触这样子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管道 都蛮重要的 那家长的部分真的是希望 稍稍放下这个上对下 或者是强对弱的这个角色 都跟孩子聊天 然后站在平等的角度上去讨论 就有机会协助到 那如果在家庭之外 我们也希望这些管道 能够更积极的来做协助 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听众朋友如果听到 我们这一集的访谈 然后听到我们委员的呼吁 你不要听完听了节目 内容没仔细听 就把你的小孩都叫来 全部给我站好 你看网路很可怕 你看委员都出来说 你们通通都把这账号 给我关掉 给我取消 不要再用这样的方法 重点就是刚才说的 用这样子的方法 其实只是让孩子 跟您之间的沟通空间 更封闭 那他遇到很多状况 没有办法处理 我想就像委员刚刚讲的 亲子关系最重要的是父母要当孩子的后盾跟保护 要能够有这个后盾跟保护 最重要最基本一件事情 就是让孩子有事情敢跟你商量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那这个希望大家也可以建议 其实我也有听过 那个小孩子不敢跟父母讲 然后连跟老师讲也不敢 可是是他告诉他的同学 同学跟爸妈的关系比较好 因为不是自己发生的事情 所以同学回去跟爸妈讲 那这个同学的爸妈跟孩子讨论之后 鼓励自己 跟自己的孩子说 你以好朋友的身份 鼓励他去告诉辅导老师 然后透过 然后其实还是有大人在后面协助 所以我觉得真的跟孩子的这个关系 是很需要的 那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 我们也想请教这个委员一些细节 就是这次是四法联访 就是核心应该是儿哨性剥削防治 那这四法可以都跟我们介绍一下说 他们的重点会在哪里好吗 总共有这四个 对 好 所以其实几个部分来看待 就是这四法其实是 儿心跟大家讲这四法是哪四法 主要是刑法 儿哨性剥削防治法 还有性私密影像防治法 和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 那这四部分就是从不同的面向来做处理 刚刚首先提到刑法的部分 相关的刑者的部分 其实必须要能够提升 还有相关的立法意志必须要来提升 过去其实在拍摄的部分 或是犯售的部分是有刑者的 但是在散布或是持有 其实是没有的 那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就是 在偷这四的修法也应该要加强 还有过去我们在看待 这些私密的照片的时候 提的是他妨碍社会不良风俗 所以比较有点像是 你拍这个影片造成了社会上的不好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法案 但其实不是 我们现在谈的 他现在变成一个犯罪的手法 所以这样子的角度 其实原本的立法的意志 就有点像是检讨了被害人 所以在这部分也是同时 做了修法的部分 然后像儿少性剥削的部分 就还有包括说 像他因为他未成年 所以影片应该要如何 及时的下架 现实名想法也是这两个 比较接近 就是说当他有了影片之后 我们应该要有一些强制力 让他去阻断 获取这个影片的管道 比如说他可能及时的 把这个网站block起来 把它放置起来 不能来做截取 还有是一旦我们发现 这样的影片 应该可以先把它下架 这个机制 其实都是在这次讨论当中 逐步建立进去的部分 然后至于犯罪被害人的 保护的部分就在于说 我们过去 办犯罪被害人的保护的协助 还有整个系统 其实不是很完善 就是当你身为一个被害人 你能不能被所谓的 贩保协会 或是贩保的机制协助到 有时候蛮靠运气的 就是你在报案之后 能不能对接到 这样子的协助 其实当时的这些机制 其实不够完善 然后我们这次是把它建立起来 比如说警察可以来 备案之后可以来联系 检察官也可以来做联系 贩保协会 那同时贩保协会 就可以陪伴着这个被害人 做到一路想办 然后提供他们心理上的协助也好 刑事案件上的协助 又或者是在生活方面的辅助 都能够协助他们 能够走过这一段漫漫长路 所以目前现在修法 就是透过这四个法的方式 尽可能的去涵盖 然后更加积极的来做处理 那像刚才讲的这个犯罪 被害人的这个权益保护 如果要做到有这个陪伴的话 他需要一些受过训练的人力 对不对 例如说这一路的陪伴 他会像是 会像是个馆 或者是有每一个人他会有 或几个人他会有一个 你可以持续去咨询 然后他知道整个过程 陪着你走这样子的一个 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 类似陪伴者或者说是 我们说是一个案件 这个个案的这个协助员 这个目前应该是会有 什么样的人力来训练 比较有可能 社工背景吗 还是 现在犯罪被害人 犯罪被害人协会里面 比较需要争取的就是 真的是人力的部分 过去其实每一个饭保协会 大概全台湾有11到12个 我有点忘记数字 大概11 12个协会 就是各县市 那这里面大概只有一到两 每个协会大概只有一到两名 的专责人力 其实是非常不够的 非常不够 对 非常不够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修法当中 就觉得是 应该要有特定的人事的编列 以及相关的预算来做处理 那人事的部分就会包括 是他专责的人力 他要开始知道 怎么样协助被害人 因为过去我们说的 就是我们的整体社会文化 其实蛮容易不小心 就检讨了被害人 所以他的智能 创伤知情的部分 需要被教育 然后另外就是 比较偏向社工性质的人 社工师的角色 其实也必须要进去 还有的是相关的辅导的资源 因为面对到这样子 尤其是私密影像被外流之后 他可能不只是悲哀之后 可能会被提出来 被人家看到 同时很多时候 可能会引起 另外一种的威胁恐吓 就是说 你的影片在那边 那其实我也知道了 你以后交朋友 我就会把它拿出来 嘲笑也好 戏闹也好 其实这对被害人 都会是一个非常长远的影响 所以这部分其实 有时候还需要一些辅导的 心理的专责人力 进来一起协助他 告诉他说 你面对这样子的 恶意的也好 或是不小心的也好的 这种嘲讽 然后我一些 我们该如何去面对 以及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处理 所以像这些部分 就包括说 协助者 陪伴者 还有社工的角色 心理资源的角色 其实都是我们认为 在饭饱协会里面 很重要的角色 和专责人力 都应该要一并的拿进来 我觉得 这四个现在在路上 就是说希望他能够更完备 我因为觉得这个距离 你理想上 他应该有的状况 还有多远 就是说我们可以期待很快 还是说 现在还有什么样 难以整合的部分吗 我觉得法规的通过 或者是法规的上路 其实是蛮可以看到 在短期的未来 就可以发生的 但是我们比较觉得是 大家可能也都有注意过 就是法案的通过 不代表他立刻可以被落实 又或者是 他可以被落实的很好 所以这部分 是我们会持续来做推动的 那我觉得 他可能也不会有一个终点 是什么时候能够做到 因为网络的犯罪 他其实有一个特色 他就是变形的很快 就是他会很快的 产生下一个手法 下一个手法 所以这部分 就会是一度必须要进步的地方 那我们自己也一直希望 能够在努力的部分 就是这个专责 跨部会的单位能够成立 因为我们看到 在韩国事件之后 他其实就会有这样子的组织 才有办法跟得上 网络犯罪的变化的脚步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这也是我们一直持续在 努力当中的 因为他不会是有一个终点 而是他会一直不停的严禁 然后不停的需要来做调整的 所以法规的部分 我觉得短期内 应该是有机会通过的 然后有几个法案 应该是已经通过的 或是接近快要到 完成三读的状态下 比如说 经贸力防治法 或是执行博学的部分 接近已经在 下了写上的阶段了 但是犯罪被害人的保护 可能还稍微比较远一点点 不知道在这一两年 应该是有机会可以通过 但可能不会是在今年 目前是这样看待 那至于法规通过之后的 落实层面 因为刚才提到 还含了这个教育训练 在这个法规里面 教育训练 它可能就不会是一处可及的 还有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人力 更具有专业知能 以应变网络的快速变化 可能就是被持续来做紧紧的 也要持续的有一些培训 这真的是一个大工程 好吧 我们大家先再休息一下 我们今天其实是蛮沉痛 然后很严肃的谈了一些 目前这种网络的 这个算是影像剥削 那其实除了影像 或性跟身体的这些东西 还有很多是跟新生活 就是新时代的生活 这些网络科技有关 那大家如果能够多一点 觉察的话 就才能够做一个现代公民 要不然真的就是 你用过去的思维 应付现在的事情 真的很容易会成为 很脆弱的一环 我们最后有一点时间 我其实想请教一下委员 因为这些受害者 当然你说女性的身体 本来就比男性的身体 就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 就比较是一种 就是被伤害的对象 可是女性也不断的在 自觉跟自己的力量提升上 有了很多的突破 就是这后面这一个 好像牵涉到一种 说到底可不可以 拿自己的身体影像 出来帮自己增加一些工作机会 或想要就是把它 就是好像说有些女士说 反正这就是一种商机嘛 那我也可以做这种生意 常常有很多年轻女孩 不明就里 就像您刚刚讲 我觉得很震撼 有很多人认为不要拍到脸 那这样子的事情 好像可以尝试 可以这样要参加这个社团 这个整个过程中 是不是也反映了 现代女性很多困扰跟迷思 因为现在价值观很冲突 以前的女性 我觉得说 以前的女性可能觉得说 要拿到我的一张照片 那个很困难 因为自己会觉得绝对不可以 没有任何条件 可以很难说动她 但现在很多人觉得说 自愿的大家 PO出自己很健美的 这个几乎裸露的照片很多 所以这界限 就会发生一种价值观的冲突 我自己接触的一些个案 他们自己觉得当初是在 完全不觉得这个东西 背后有多邪恶 就觉得说 大家不就是很自然的 在展露自己的身体吗 可是人家却 就是有一种那样子的 黑暗的市场 跟人 他不是用健康的眼光 在看这些自我的展露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应该女孩子 尤其是像年轻的女孩子 在这个世界不是只有 这个网络烟号房事件 就是说女孩子现在应该如何 面对自己的角色 那你觉得性别啦 女性我们说平权这些事情 还有哪些 大家要在一起觉察突破的点 我这是一个很开放的问题 有感而发 非常一个困难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这个界限 其实真的是难以在自己的心里 那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角度来说明 比如说孩子 就是作为一个爸妈 孩子的照片 适不适合放在网络上 或是分享 他好像就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 当然一开始 大家只是想要分享 大部分的爸妈 其实是没有背后利益所为 就是比较想要是分享生活的角度 但的确我们也看到 会用因为分享之后 而后面可能会有一些犯罪的可能性 或是一些风险 危险的可能性 那这个爸妈是否要把孩子的照片 放在网络上 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自由心证 或是自己去判断 你的界限可以拿捏到哪里 等一下委员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有些听众朋友 他完全没有想象说 那就放一个 我们也不是委员 也不是名人 然后放一个我们全家的照片 里面有我小孩的照片 或小孩很可爱 就今天打扮成这样 明天打扮成这样 都给他po网络 会有什么危机 你可不可以告诉他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啊 就举例来说 像我自己就是因为 从政治时候 其实我基本上 就不会放小孩的照片 我之前其实会适度的放一些些 就是跟朋友分享 那就算是一般认为说 他可能不是公众人物 他放照片 可能会有什么风险 在于说我们有看到 有一些有限人士 可能会透过这样子的照片 恶意的去接近孩子 比如说可能知道 他是哪个学校 哪个系级等等 去做骚扰 是有的 又或者是 因为你放了照片之后 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利用 比如说 我们的照片 也曾经被拿来说 这家人 他们因为 使用了什么 什么样的课程 使用什么样的商品 所以一家 和乐龙龙 但是这完全是一个 假资讯的散步 所以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像这几个 这几个部分 都是有可能会遇到的状态 就被拿去用 对就被拿去用 或者是说 姑且不论犯罪与否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比如他可能小时候 有一些糗事 被放在网络上 或是被分享之后 他长大之后 假设他的同学看到 或是他有一些朋友 可能也拿到这个照片 或不会有可能拿出来 跟他开玩笑 或者是说 你小时候那个 广溜溜的照片 我们都看过啊 等等 这样对孩子的成长 或是孩子 未来的生活 是不是有点好事 这可能就是每个爸妈 自己得放在心里 去拿捏的部分 那所以对 更进一步就回到说 当我们把这个身体 是不是应该被斩肉 自己的身体 这件事情 其实它就会是 一个很困难的尺度 比如说我们也会知道是 过去有这个 商业写真集的拍摄 又或者是会有 选美比赛等等 其实都是有的 所以有很多人 他其实是觉得说 我自己的肌肉 我自己的身体 其实非常的好看 或是我训练有成 然后我希望能够 让大家知道说 我很努力 所以他愿意来分享 但是我觉得 比较重要的是在于说 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背后可能会 面对到的风险 如果你评估完 这个风险 你觉得是可以的 然后你愿意去承担的 或是你觉得 无所谓 或是你觉得 这是可以接受的状态 那你愿意去做 我觉得 那我们就是 也是觉得 这就是每个人 尺度的问题 但我们现在 比较担心的是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背后有什么样的风险 而不小心 或是无意识 做了之后 才遇到这些困境 所以我自己 比较觉得说 该不该拍这样的照片 以及该不该 把这样的照片 放在网络上 比较是个人的判断 和个人的选择 和价值观 我不会特别 去有我自己的意思 或是我特别觉得 应该要怎么做 或不应该怎么做 但我们一直在讲的是 你必须在 这件事情做之前 你可能希望 能够更进一步的知道 可能会面对 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才会提到的是 我觉得像比如说 卫福部啊 紧真署啊 教育部啊 其实角色很重要 比如说现在已经有 这样这些犯罪事情的发生 应该要让大家知道 他可能会面对到 什么样的犯罪手法 或是他后面 可能会有 什么样的恶意操作 而第二个是 教育部应该也要 积极地告诉大家说 在网络上放这些 你可能会遇到 什么样的风险 那卫福部的部分 也是一样 就是你遇到问题 可能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大家开始 有意思 就像刚才提到的是 放小孩照片 可能会有什么风险 如果大家知道 觉得说 我的朋友圈很小 或者是我的网络上 我的脸书社团 或者是我的群组里面 就只有亲朋好友 我觉得是OK的 我放在那边 我觉得OK 可能大家都要 这样子的知识 和知能之后 和这样子的风险评估之后 去做 我觉得是比较安全 或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大家不知道 后面的影响 或是可能发生的问题 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 放了自己的照片 或拍摄了这样的照片 我觉得这真的是 非常好的一个建言 就是当然就是 自己多元社会 就是你自己要做什么 是越来越多元 可是你是不是在这个 看似多元的环境中 其实你的判断很不多元 你没有全面的想到 然后完全不知道 只有在自己 选择性的看那个 很良善的 可以容许自由发挥的一面 而没有看到其他的部分 那我也觉得 其实这个 那个静周刊 这一次的报道 我觉得也是蛮用心的 而且我们真的 也非常的敬佩 这些跟大家分享 自己的经验 例如说 你看 大家如果去看 里面其中有 当然是用的是 有些是化名 有人就说 像小网红 他自称是小网红 他本来就是 常常要面对 各种诈骗广告 还有网路上奇怪的人 可是他自己觉得 他身经百战 怎么还是会被骗呢 因为对方是一个 看起来是女摄影师 然后他的IG 不公开账号 竟然还有一万多名的追踪者 所以看起来就是 人模人样 而且即使你身经百战 在网路上 本来就有警觉心 都还有陷阱 可以让你掉下去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些报道 也就会知道很多的细节 那我们真的也是 希望这些受害的人 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可以走出来 因为这真的不是个人的问题 那大家有一些 应该要做的几个点 那委员也常常就提醒大家 就是该求助的要求助 然后这个公权力方面 立法上面应该要做的 我们有委员们帮我们 再打拼 再奔走 那自己可以做的就是 我们不要看 不要传这些图片 甚至你知情的话 要去关心这些事情 如何可以被停止 然后关心你自己的家人 孩子 好朋友 好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委员 来为我们提醒这个很重要的讯息 也谢谢你为大家的努力 我们继续加油 谢谢邓音师 谢谢 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